母親 她是寶寶Daron 我是母親Aaron 我是一個單身媽媽 你們沒聽錯 今年41歲的Aaron是個單身媽媽 她雖然成為媽媽 但是沒有經歷過結婚離婚的過程 甚至沒有另一半 以前都有嚇過拖 只不過安全感的問題 未足以令我可以去結婚生子的階段 所以仍未發生這件事 當然也有計劃結婚生子 只不過時間上可否遇到一個合適的人選 是沒有的也沒辦法 一向都是著重事業 當時可能上年輕 就會覺得還有時間 可能過往拍拖 時間上安排得不太好 一直從事金融業的她 直至39歲那一年 Aaron覺得自己年紀都不小 又未遇到合適的對象 所以決定說卵 當時就想著計劃一下 就算我已經說了卵 將來遇到合適的理想對象 然後才去計劃 都不遲 在說卵之前都需要做很多檢測 醫院就發現我有一個問題 就叫做卵巢造衰 其實是後悔但沒辦法 我知道錯過了 原來不好好愛惜自己身體 結果就是這樣 其實我接受不到 看到報告的時候 醫生還要跟我說 西醫幫不到你 你試試看中醫 要不就盡快去試管嬰兒 Aaron最後聽了醫生的建議 積極調理身體 結果將卵巢指數 在幾個月內上升了幾倍 那一刻我就覺得 我要把握這個時間 因為我單身 所以就是要想一下 究竟我去哪裡才能做得到 基於一個單身的情況下 去做試管嬰兒 不過在香港一定要是合法夫妻 才可以進行試管嬰兒 所以單身的Aaron選擇很有限 他最後就選了靈活度比較大的美國 Aaron事前要在香港 進行詳盡的身體檢查 而美國方面也都會參考報告 給意見和告訴他怎樣配合 我是19年2月 剛剛飛去美國 就是做第一次束牌 然後就抽卵子 可能我卵子不是那麼多 我還是抽到三幾顆 所以可能相比一些 卵子多的人就會覺得 是舒服很多 因為排卵藥物會有發卵泡生長 過程或者會有不舒服的反應 好像是複張 甚至是卵巢過度刺激症候群 但是Aaron的卵子比較少 出現的反應也都相對較少 束牌之後就會拿顆卵子出來 同時也都要篩選和儲存 再進行體外授精 大家也都可能會好奇 那些精子在哪裡來的呢 美國對於人工受人就很開放 可以選擇買卵子 可以選擇買精子 可以選擇國家 背景 任你自己選擇 其實在沒有另一半的情況下 去選擇精子 其實最主要我覺得 都是看樣子和背景 Aaron選擇了華人的血統 精子主要有兩個收費 第一是看樣子和背景 要港幣一萬二千多元 第二就是只看背景而不看樣子 要七千多元 以Aaron的個案為例 由購買精子、抽卵 去到受精植入 當地住宿和其他雜費 大概花了差不多六十萬港幣 整個過程 我想最辛苦是打安胎針 差不多接近打了一百支以上 安胎針是油來的 打進身體裡 起碼要兩三天才能分解到少少 但我要每天都打 所以當時腰是去到四十幾吋 而且懷孕期間又試過生蛇 作小產等等不同的任性反應 在克服了種種困難之後 兒子Darren終於出生 將來寶寶一定會問爸爸是怎樣 這個問題要到時再想想怎樣跟他說 但是可以跟他說 的確是一個很有才華的人 爸爸是很有才華的人 其實當初我聽到他說要去美國想做一個寶寶的時間 其實我都贊成的 因為差不多是最後的機會了 當時都怕他會反對 幸好他都很開明 他都贊成做這件事 單親家庭 其實我覺得媽媽照顧得好 其實沒什麼問題 最主要你灌輸給那個寶寶是正確的路 還有給他多點愛 那條路怎麼都是 將來都是要他自己走 就是現在我幫得多少 就是幫多少 其實家人表有很大的信心 做好爸爸媽媽也有過敵 她說她又說她都說 現在輕馳婚 不少單身的女士都會去選擇雪卵 不過 其實因為在我們女士 女性來說 其實35歲或打後 其實卵籌就衰得比較快了 卵子質素也會隨著我們女性的年紀 慢慢變得差一點 所以將來可能真的用得著 而又變得漂亮的胞胎的機會 就相對低了 我們都會建議她最好考慮 在35歲或之前去考慮做雪卵 阿嬌就曾經自爆 儲存了三粒卵子 不過中醫生就說 女士要儲存更多的卵子 才可以提高試管嬰兒的成功率 有很多可能就說 真的想著只雪了幾粒就很安心了 就三十幾四十歲 都不想生嬰兒 就算結婚了 因為她以為已經有保證 但其實事實不是這樣 因為很多時候 解凍那一刻 尤其是卵子 因為她的水分比較多 所以很容易就說 可能在解凍的過程 她會爆了 這樣就會損失了一粒卵子 而且在受精的過程 亦有機會損失卵子 所以就35歲的女士而言 最少起碼要儲存20粒的成熟卵子 將來才有8至9成的機率 成功進行試管嬰兒 不過做到都不一定包生仔的 如果30歲或以下的女士的卵子狀態 試管嬰兒的成功率 就大概有40至45% 35歲至40歲 就有35至38% 而40歲或以上 就剩下少於10% 但亦要留意 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 所設定的規矩 規限就是一定 最長只可以說10年 用不用也好 都要棄子 未必越年輕就越有好處 30頭或者35歲 才可能是一個時間 去考慮說不說卵 但卵巢功能出現衰退的女士 想去雪卵就要加倍留意 由於她們的卵巢卵子儲備 比預計年齡低 所以就算注射了排卵針之後 都真是未必有足夠的卵子排出 就算雪卵也好 它條路都比較難走 因為它每一個月 每次出到來的卵根本不多 還有質素根本就不太理想 可能它要做很多很多次試管嬰兒的週期 才取得相對足夠的卵 去儲備著 去希望增加她將來有嬰兒的機會 而出現卵巢功能衰退的高危因素 就包括 遺傳 又或者做過卵巢相關手術 又或者做過電療、化療 又或者患有自身免疫系統疾病 而不良的作息時間 又或者食煙都會加速卵巢的衰退 所以各位女士就要好好留意 生兒育女未必是每個人的願望 但對於一些有心建立家庭的人來說 想自然地生嬰兒 卻並非理所當然 三十六歲的陳太三年前就在Facebook開了個page 和網友分享六年以來進行人工受孕的甜酸苦辣 人工受孕又叫做IVF 陳太原本以為這個名字跟自己很遙遠 但細想不到這六年的洗禮 令自己變成半個IVF專家 更加不時會解答同勞人的疑問 本來我二十八歲結婚 想生嬰兒 自然正常應該很快有 但試了一年幾兩年 都沒有什麼聲音 我就上網搜尋一下 發覺原來上網醫生都說 如果你是一年都不成功 其實都被界定為不育 之後陳太和先生去看醫生 被正式界定為不育 並且轉介了他們去接受人工受孕的服務 他才發現前期的準備功夫是非常繁複 例如把我身體的卵子抽出來 然後跟先生的精子結合 在實驗室裡結合 再培養成為胚胎 然後把胚胎放回我子宮 讓他自己著床 再發展變成嬰兒 為了要刺激每次排卵的數量 增加卵子和精子成功結合的機會 女士要注射激素針 令身體承受一定的風險 對我來說最辛苦是打菊卵針和抽卵 因為我的反應都比較大 當時有些單張說話 有機會有病發症 其中一個就是卵巢過度刺激 人工受孕的專家鍾佩華醫生說 當孕婦在催谷排卵的時候 雖然比較少出現卵巢過度刺激症 但一旦出現不適 亦有機會影響健康 卵巢過度刺激症 顧名思義 就是卵巢對藥物有過程的反應 很可能我們只想刺激8至10顆 但女士的反應太好了 一次過可能刺激到15至20顆 因為這樣的刺激 對於女性肺炎物就飆高得很高 令到身體有些症狀 可能輕微的 再有些嘔吐作悶 可能有些肚臟症 但如果嚴重的話 可能小便會減少 可能會呼吸比較辛苦 再嚴重一點 肝臣功能都可能會受到影響 或者有血傳的情況 雖然中醫生就說這個症狀 只有低於5%會出現嚴重的情況 但陳太就是屬於副作用比較嚴重的例子 我每次抽卵都有這個症狀 例如打針到第四天開始 肚臟和肚痛都很嚴重 到抽完卵後 肚臟好像有了三個月 腹痛得很嚴重 好像是M痛十倍 最嚴重是第二次IVF抽卵後 我真的受不了 當時在馬利遊住了四天三夜 他幫我檢查血指數 指腎功能比較差 所以流軟 釣鹽水釣了三四天 等它自然退回腹水 才症狀舒緩 因為這個病 其實都會令到血管裡的通透度 會增加 變成血管裡的水份很容易流失 還有蛋白質都會流出來 多數會流入肺 或是在肚內形成肺積水 或是一些肚積水 之後的抽卵過程 雖然會半身麻醉 但始終是做過小手術 對於陳太來說 每次都是痛到入心 抽完卵會痛 因為刺穿了陰道 刺穿卵巢 就去抽那些量子出來 做完之後會痛 其實我自己就是了 這麼努力克服皮肉之痛 都是為了成功引辱到小生命 但對於陳太來說 最大的打擊 就莫過於承受完這些代價之後 得到的只是一連串的失望 以及無數的疑問 心靈上就比較慘 如果到最後都不成功 好像白亡了一場 很辛苦做了所有事 但最後都是失敗 都是零的 那個感受就會 情緒很低內 那個其實是最辛苦 雖然成為父母的路徒 比想像中崎嶇 但在人工受孕的歷程上 她說這六年來並不孤單 我本來開過的項目 是因為做IWF的時候 失敗了很多次 人情緒不好 不開心 想找個地方去寫一些東西 分享一下自己的情緒 以及記錄一路以來做IWF的過程 但開完之後 不知為何會有人搜尋到我的項目 其實我沒有特別公開 他們都問了一些細節 我一直有回答他們 不如我打算索性就寫出來 想不到當她在最灰心最絕望的時候 剛好遇到同路人 跟她介紹台灣的IWF 她覺得一事無妨 結果試了四次之後 終於成功 其實成功那一刻 又沒有想像中那麼興奮 之後也有很多擔憂 因為譬如 就算在床上有機會會掉出來 到檢查到有心跳 那三個月穩定 到芝麻結構 心才比較安樂 知道寶寶沒有問題 才有些釋懷 開心點 去到出現那一刻 終於有感覺 好像經歷了那麼多 終於帶了寶寶女來這個世界 那一刻我感到哭 有聽不懂 創作詞